哈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前段时间我不是拍了一期 关于我们农村一位大娘 五年前在他家的菜地里 种了有一棵果树吗 现在已经长得很大了 都已经结了很多果实 它的果实是歪歪牛牛的 就像蛇蝉老一样 在我们这边称为这种果树叫蛇树 之前我拍这期视频的时候 发了一张照片发到某网上 很多外地粉丝 看了我那条视频之后 都在我评论区留言 很多想出高价把它收走 其中就有位福建的大老板美女粉丝 一眼就相中了 愿意出到五万的价格 但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跟大娘打招呼 她也主动的联系到我了 已经跟大娘聊了很久 所以大娘也很无奈 一口即洁了 今天再次来到这里 就借此这个机会 再拍一期视频给广大的网友们 去认识下这个果树 看一下这种果树 在你们的家乡 如果有人出这么高的价钱 你们要不愿意把它卖走呢 走了就在前面了 现在我已经到了大娘 她家菜地里这个位置 大家能看到 像她家菜园地里呢 种了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有发生辣椒茄子之类的 而且还种了有两棵洋梅树 像这两棵洋梅树 种了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前段时间呢 这两棵洋梅树就结了很多洋梅 我来这里摘洋梅的时候呢 就顺便拍了一期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种果树 像这种果树 我们这边基本上家家户户 都会种上一两棵 前面那个位置就有一棵 也长得很大了 都已经结果树了 是老乡她家的 在我们眼前这个位置 就是之前我拍的这期视频的时候呢 就发到网上去啊 很多人在我评论区啊 都愿意出高价 想把它收拾 但是呢 今天很无奈啊 跟大娘聊了很久 都被它记结了 我们仔细能看到 这棵果树呢 目前非常的高了啊 都已经有十来米高 现在呢 枝繁茂盛 树上就结了很多果树 一串一串的 不知道网友们在镜头里面 看不看得清楚 我还是拍个俊景 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果树生长的特性吧 刚到这边呢 油壳果树已经垂直下来了 这个位置呢 就结了很多果树 能看到 它的叶子全都是 绿幽幽的哈 很有钢泽感 太阳照起来呢 油缸发亮 纹路非常的清晰 我们看一下它的枝条 它的枝条的形状呢 就很多这种斑斑点点的纹路 就像人线动物的皮纹一样 镜头圆到这边 我们能看到 它的果实目前还没有成熟 一串一串的 当然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 其实不是它的果实 这个是它的种子 它的果实呢 就像枝条一样的哈 看到没有 它的形状歪歪扭扭的 就像那个蛇蚱脑一样 其实这种果树呢 也是一种水果来的 这个位置到时候成熟之后呢 也可以生吃 生吃起来呢 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当然听大娘说 主要还是取决于它的枝条 晒干之后也可以来泡酒 也不知道你们的家乡 有没有这种果树 通过今天的视频 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拍摄了一下 大娘五年前种下去的这颗蛇树 也不知道视频前的王爷们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这颗果树 在你们的家乡 有没有人种植 一开始也跟王爷们说过 有位福建美女粉丝 愿意出高价五万块钱 想把这颗果树收走 但是最终还是遭到大娘一口季节 季节的原因有很多种 因为这颗果树 大娘种了有足足五年的时间了 多多少少也有感情 加上这位美女粉丝海 也是要把她的头部 整颗挖起来 然后包张起来 她说不要损坏她的根筋了 要完完全全的寄给她 当时大娘也是有意了一下 一颗果树的话 如果这样用上去的话 加上人工费用 多多少少都要弃掉几万块钱 所以只能到手的话 也就是将近赚个一万多块钱 她也跟她的家人商量了很久 全家人都季节了 不愿意把这棵树卖出去 也不知道王爷们在你们的家乡 如果有这么棵树的话 有人出这么高的价钱 你们要不愿意把它卖掉呢 可以照评论器告诉下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先分享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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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